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長潛在人選的一些對戰組合 不過以這個結果來講的話 綠營其實有三個不同的候選人 以這王世堅 還有林佳龍 以及吳思堯 他們對戰蔣萬安來說 是以王世堅為最高32.3% 不過王世堅同時也是這三組候選人的 對戰組合裡面跟蔣萬安拉的最近的 以32.3%對上52.7% 不過真的是如此嗎 除了短新聞所做的民調 我們這次民調也特別自己想做一個 街頭的小型民調 我們拉出來的三位候選人 講的是綠營的部分是以王世堅 高嘉瑜跟吳思堯 他們分別跟蔣萬安的對戰結果 就跟街頭聲音又是如何呢 雖然2026還有兩年還很長 不過當然我們都知道地方的名義 地方的聲音隨時都在變 就讓我們聽聽看這段時間 大家是怎麼想的吧 Let's go 其實我沒有在看什麼政績 但如果單看政績的話 我也想要投給 五四堂 我覺得五四堂在我心中是 負面形象算比較少的 那你認為王世堅的負面形象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他跟他在議會上質詢的一些 一些滿好笑的事情 所以你不覺得那是可愛 不會 你覺得比較是可笑 有一點 那高嘉瑜呢 高嘉瑜 我對他其實沒有到太多好感 就是他之前有發生過一些事情 然後我覺得那些事情有點影響我對他的影響 所以種種比賽 五四堂會是我一個比較好覺得可以投的人 那我問一下為什麼你不會想要選現任市長這樣買 應該說在執政黨通常都會 在執政的時候通常都會有很多的 負面的一些意見或是評論 那在野黨通常會 所以在這個期間裡面會培養他們的形象 還有一些影響分數 那我覺得我可能有點被 他們執政黨現在的一些負面言論去影響到 那你覺得五四堂對戰蔣萬安是一個夠強的組合 你覺得他可以打敗蔣萬安嗎 我覺得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他的聲量其實沒有到想像中那麼大 所以我覺得蔣萬安如果是跟五四堂對抗的話 可能或許蔣萬安還是會占一席之敵 你這樣蔣萬安吧 王世堅 吳希瑤 高家瑜 你覺得這三個來講民進黨裡面哪一個比較強 應該王世堅吧 為什麼 就大家對他的評語也比較好一點 你對蔣萬安的印象現在目前如何 就平平吧 就中規中矩啊 這個好像我最知道王世堅 他的印象有哪些 就是什麼跳海嗎 之前是跳海 就是常常實現他的承諾 對 呼籲他們就是 掃薄板面 然後好好做事 對 因為他們是政治人物嘛 不是那個綜藝搞笑人物 對啊 如果不是台灣人愛看的話 他沒有必要演這一處 對啊 代表有批判思考的台灣人還不夠多 因為如果做這件事情對政治人物沒有意義的話 那政治人物並不會去這樣做 所以代表 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取得選票是最有利的 對 也是最簡單的方式 而不是去把這些時間跟力氣放在真正對的政策 跟真正對人民著想 我覺得罵別人比較容易得到選票 對啊 比起把自己做好 去攻擊別人 我覺得反而對現在的政治環境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是非常不正康的 對啊 因為我如果今天 我如果今天去個餐廳 我喜歡這個餐廳 我當然是跟你介紹這個餐廳有多好 但現在的台灣是跟你去罵旁邊的餐廳有多爛 就顯得這個餐廳多好 讓全民的批判性思考的素質提升 就是讓政治越來越好的維藝解放 因為我跟這個不熟 你跟吳士堯不熟 對 對 高嘉瑜呢 高嘉瑜就是 我覺得他有時候政見不錯 但是他其實有點 就是話 就是想法很多 但表達方式出了問題嗎 對對對 往事件吧 為什麼 就是 可能很有遠見 講話很直接 但是 感覺蠻清廉的 可能最近就是 柯文哲事件嗎 你是看到他批柯文哲這部分 你覺得蠻有印象的 對對對 那時候就覺得蠻有印象 有一些話都 其實他都已經有講在前面之類的 你覺得他大語言家 對對對 你對講話的印象怎麼樣 我覺得他就是 嗯 形象很好的市長 對 但是 市政的政績好像 沒有預期來的這麼多 我覺得會投給挑戰者 嗯 對 就覺得每四年就要稍微改變一下 不要讓他一次做八年 然後都沒有改變 對啊 因為如果是說像最近的情況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做了很久之後 才會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因為一開始進入政治的這一塊 我覺得大部分人不會有這些想法 嗯 就是可能對於 會比較兢兢業業一點 對對對 王世堅會講萬安吧 其實我以前很討厭王世堅 柯文哲當市長的時候 然後他在市議會 對 然後我就覺得 他就是比較偏作秀 嗯 那是什麼讓你變了 嗯 到後來發現他其實 欸 最起碼說到做到 講萬安的印象你覺得怎麼樣 目前還OK 因為我比較少關心 就是什麼市政這些的 那你覺得他形象還行 形象好像還OK 我覺得做得好的話 那其實我並不覺得一定要輪替 你對王世堅的印象 一直罵柯文哲 對你來說是有用的嗎 好像也沒有什麼用 王世堅 為什麼 也是一樣 罵柯文哲 那你會因為這樣比較喜歡他嗎 會覺得很可愛 可是 不會因此傳給他 對 王世堅是蠻會說的 但我覺得應該不是他對手 然後他的話可能 高嘉宇的話 太年輕了吧 對 太年輕了 資歷的問題 吳思堯 吳思堯沒有太深入了解 所以我覺得目前這三位 應該還沒辦法吧 我覺得講萬安 可能就是跟之前的 馬英九一樣 他的一些 形象啊 對 形象的問題 所以因為形象的部分 就可能 覆蓋很多年輕人的選票 所以他 可能很多年輕人會支持他吧 因為畢竟王世堅 他可能習慣於他的一些生活 跟政界的一些發言 他可能到台北市場 可能就沒辦法 先沒有唱所欲言了吧 所以他可能自己 不會出來參選才對 你認為這幾位 哪一位比較有機會 可以跟講萬安 可以打得比較烏烏波一點 嗯 呃 王世堅 吳思堯吧 高嘉宇已經被做掉了 哈哈哈 但如果真的跟講萬安 對戰的話 你覺得他贏得了嗎 我覺得還是有點難吧 對啊 因為現任市長 還是會比較有 有勇氣 對啊 算了吧 這三個都是漏咖 我實在不想罵他們 口仙門簾全憑一張嘴 蔣萬安他的年輕 還算是不錯 至少 至少 他的學歷學是什麼的 滿有 滿有那個guards 那這三個算了啦 應該還是蔣萬安吧 為什麼 因為 第一個他形象不錯吧 然後 可能在台北市民的心中 覺得 應該來講的話 好像沒什麼 多大的一個爭議的事件 王世堅 你覺得他的問題出在哪兒 呃 講話 有時候太過於 沒有經過一些 呃 考慮吧 就直接就說出來 對對對 吳思堯的話 吳思堯的 情緒控管 有時候我覺得好像也 也不是那麼OK啦 是因為來自在立法院的官場 對 那高嘉宇 高嘉宇 高嘉宇感覺好像 太嫩了一點 可能在 在從真的經驗上的 還不夠 經驗值還不太夠吧 這一次的街訪 非常的有趣 因為我們同時在年齡層上面 也盡量希望可以問到 各種不同的族群 不過目前普遍聽下來 大家雖然有些人 對於王世堅 印象相當深刻 或是對高嘉宇的唱歌 同時也留下了部分的印象 不過多數認為 還是目前現任市長 如果在2026連任的贏面 是相對比較大一些的 不過其他有次 很多人認為 第一個 也許是民進黨長期以來 在台北市中 沒有培養夠強的人選 而這些人 目前對他們的印象 又偏偏都是一些 比較是屬於娛樂性質的 而不是政策本身留下的印象 例如王世堅來講 大家對他印象最深刻的 還是來自於 跟柯文哲之間的互動 不過陳野柯文哲 有些部分人提到說 也因為王世堅最近 在柯文哲案上面 頻頻的消費 是否也造成了 部分的小草出走 但當然也有些 綠營的支持者 覺得看了津津有味 不過以蔣萬安來講的話 由於他的形象 相對比較清新一些 大家對他的印象普遍 都還是留在 比較美好的狀況 可是也有副法人請教說 他們認為希望蔣萬安 可以在政策面 或是在市民市政上面 能夠做出更多的建築 這樣兩年後 才願意把票投給他 不知道你是如何想的呢 如果在這幾種對戰組合 你覺得誰才是最強 能夠跟蔣萬安來劈底的 還是你認為蔣萬安 目前為止 還是定於一尊 沒人可打 歡迎在聊天室 跟留言處多多幫我們分享出去 而另外奄奄夏日 我們現在 KS Royal Care推出的新的產品 是我們的防曬凝露 如果您對防曬有想要更多了解 尤其防曬跟保養 一瓶搞定的話 千萬別按暫停 幫我們繼續看下去 廣告馬上就來了 感謝你從來高級川新聞台 幫我們多多回看 按讚分享 拜拜囉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造型 草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